從今天開始9月1號 我們暫停所有的廚餘使用一個月 我們任何一場都不能淪陷 只要一場受惠州出運的影響 全國就是惠州出運的疫區 偷偷使用這樣的一個廚餘 我們有檢舉獎金 檢舉獎金是120萬 從上上禮拜天警政署 破獲所有的越南的這個佐斯 弱製品到昨天為止 已經有檢驗出14件的陽性的弱品 不管是香腸、生鮮豬肉 或者是月餅 那這些檢測出來的病毒 散播在我們台灣的各地 那為了把所有的這一個風險降到最低 從星期一8月30開始 所有的廚餘都不能進入 6400多場養豬的群木場 從今天開始9月1號 我們暫停所有的廚餘使用一個月 唯有把這個風險全部的阻斷 我們才能把6400多場的群木場鎖住 我要在這裡特別跟所有的農民朋友拜託 也跟大家報告 我們任何一場都不能淪陷 只要一場受匯州出運的影響 全國就是匯州出運的疫區 不只豬肉不能出口 可能整個價格產銷完全受影響 所以我們呼籲所有的農民 今天開始都不能使用廚餘 一直到9月30 如果任何一個畜牧場違反的規定 我們用洞傳法第一次划5萬塊 我們用飼料管理法第一次划3萬塊 所以只要從今天開始到9月30 任何畜牧場使用廚餘 我們就是要划8萬塊以上這樣的一個罰則 另外我們也同時提供了檢舉獎金 有一些的小廠 他可能資訊傳遞上不清楚 還是在偷偷使用這樣的一個處理 我們有檢舉獎金 檢舉獎金是120萬 歡迎跟各地方政府跟防檢局來一起檢舉